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一次优势警力全上场 嫌犯插翅也难飞 被牢牢压在地上 只是当原警打开后车厢时 长长的包包内 竟然是一把火力强大的散弹枪 而使这名周姓嫌犯 冲撞警方早就不是第一次 遇到零件大力踩油门要逃 直到原警连开三枪 车辆也被卡住 车上赌原羊才乖乖就歹 其实周姓嫌犯 2019年9月时 就和绰号宝贝的黄姓女友 在新北板桥撞警招待 但他交保后继续贩毒 警方9月9号攻坚 他在桃园巴德的厂房 却遭冲撞逃逸 两个月后 他到台北市大安区找朋友 被锁定行踪成功逮人 绰号小龙的周姓毒贩 平时担任修车工 并用厂房当掩护贩毒 因为害怕黑之黑 还因此随身带枪自保 会防止其事处犯案 危害社会治安 在专业小组 弃而不舍之追查下 于11月15号 在大安区太顺街 掌握其行踪 顺利弃捕 毒人让撞警记录不断 只是一再冲撞 却还是冲不过罚网 最后还是得狼狈入肩 反省犯行 三新闻戴维成高中 以台北报导